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圣名 靠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继续来分享主耶稣的讲道局第三 昨晚主耶稣进神的殿 早上主耶稣叫我想一想 到底主耶稣叫我们想什么 按哪里天间带想你在想什么 主耶稣叫我们所去想的 有没有好好去想认真去想 现在下午主耶稣叫我看一看 到底主耶稣叫我们看什么呢 感谢主让我们大家都能看得见 有些人想要看见他根本就看不见 真的主耶稣给我们恩典可以看见 恩典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但是我们虽然可以看见 但是我们每天在看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天里面 你看最多的是什么东西 那肯定不是圣经咯 肯定看的也不是主耶稣咯 那魔鬼试探的方法很多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眼目的情欲 用眼目的情欲来试探我们 几多人失败在眼目的情欲中 在眼目在看的这种视线中 好像我们所熟悉的始祖亚当夏娃 就是失败在看眼睛看 罗德的信仰堕落也是因为看 看所多嘛 还有那个雅各的渡身女迪娜呀 那个迪娜也是因为一看一看 一试注成千古恨 她这一看让她的一生都很痛苦很悲惨 非常悲惨 不应当看的我们就绝对不要去看 应当看的我们就应当好好去看 特别是主耶稣叫我们看的 我们一定要用心去看 好好的去看 到底主耶稣叫我们看什么呢 第一 主耶稣叫我们看天上的飞鸟 天上的飞鸟有什么好看呢 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第六章 《马太福音书》第六章 《《马太福音书》第六章》 《我们读二十六节》 请念 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叫我们看天上的飞鸟 我们看鸟的时候 请问你如何看 你如何看这些鸟 然后呢 你又从鸟身上看到了什么 主耶稣叫我们看天上的飞鸟 一定要我们看出什么东西出来 看出一些道理出来 特别是在前面他的背景 是说我们为生活优历 为生活担忧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太担心生活 太忧虑生活 主耶稣才叫我们去看鸟的 知道吗 特别你担心生活的时候 你很害怕生活的时候 你对生活没有信心的时候 主耶稣说你去看飞鸟 就在这个时候 你去看飞鸟 天上的飞鸟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看 西方人看鸟呢 是用欣赏的角度 跟研究的角度去看鸟的 那摄影家拍相片的 或者是艺术家 他们看鸟呢 是从优美的动态去看它的 那我们中国人看鸟 是用什么角度去看呢 中国人看鸟 这只鸟要怎样煮 要怎样烤 要放多少水 放什么料才好吃 才够香 中国人是这样看鸟的呀 那人家西方人就不是这样看 人家西方人一定看 是用欣赏跟研究 或者来分析 那今天主耶稣叫我们看天上飞鸟 又用什么角度去看它呢 原来主耶稣要让我们 从生活的层面 生活上去看鸟 看出一些道理来 第一 我们看鸟的时候 看到鸟快乐的生活 它传到你又不是鸟 你怎么知道它会快乐呢 它在快乐呢 不用专家啦 不用什么专业知识 我们看小鸟在那边唱歌 在那边站着叽叽喳喳 就知道它在快乐呀 它真的很快乐呀 因为小鸟它恐惧 它害怕说你也看得出来的啊 那是它不会唱歌的 它甚至很惊慌的 你也看得出来的呀 怎么看不出呢 小鸟你看 它是那么快乐的生活 它总是会拿一些时间 在那边站在树枝上来唱歌 来休闲 你不要以为小鸟没有危险喔 小鸟它面对的危险 比我们人面对的危险更不小啊 它也有它的忧愁了知道吗 它也要到外面去找吃 它有得吃的呀 它也有生孩子 孩子 baby也要去找吃困难啊 玩食干难啊 我的家面前 我的车房里面 就有小鸟在那边坐窝啊 剩那两个小鸟 我看它很担忧喔 它去找吃很难找吃 它的妈妈很担忧喔 老师说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选择我的家来做窝 可能感谢主吧 可能它觉得这个家庭有安全感吧 是我自己想的啦 但是我看一整天里面 它就回来一吃两只 才拿到一点点东西给它的baby吃啊 这说明什么 是说明它们也是有生活困难 找吃困难 再来它也是要面对很多的危险 如果我心情不好 或者我的心地不好 我就去作弄它 我就去拿石头丢它 或者我去杀害它的孩子 那它也很担忧的呀 它肯定会担忧的呀 你面对的压力 其实它们一样要面对的 那主耶稣就叫我们看 那既然大家都会有压力 大家都会有辛苦 那为什么它能够这么快地唱歌呢 第二件事 我们看灰鸟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非常勤奋群劳的生活 每天我们起身的时候 小鸟已经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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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完食回来了 已经早吃回来了 我们才起身 对不对 当你早上起来 你不要以为它刚刚起身哦 它已经去早吃回来了哦 那我们才刚刚起身而已啊 它比我们早起得多了 早起得很早 虽然说天父要养活它 天父会养它 可是它也要比我们人更早起身去玩食啊 所以有一句话说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嘛 持起的鸟儿就没虫吃了 那其实我们也要群劳做工啊 你看那个第六节哦 那个在讲十条界面的时候 讲到第六节的时候讲了很多 讲最多的时候 解释最多的就是 就是这个安息日 就是那个 第几节啊 第四节是吗 单守安息日 讲第四节是解释最多的 那边神叫我们要守安息的时候 突然间有讲 六日你要群劳去做工 虽然说六日不用做工 休息敬拜神 可是六日 六日你要群劳做工啊 不是懒惰生活 是群劳生活啊 圣经说啊 群劳就是砍力咯 砍力咯 所以我们祷告感谢神 祂吃我们事物吃 我们也要群劳 小鸟儿说天父会养祂 祂也要去群劳才有得吃啊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神给我们不是懒惰生活 是群劳生活知道吗 你说那个亚当夏娃 在伊甸园不用做的 有得吃的 谁跟你讲不用做啊 病狗狗啊 不用走啊 神给他在伊甸园两个很重的工作 很重的责任他要去做的呀 知道吗 第一个叫他修理 叫他修理 修理那个言文就是耕种 修剪耕种 那么第二个责任就是要看守 看守就是很重的责任 看好这个 管好这个盐子 管好这个伊甸园 看好来 这一点他没有做到 所以谁跟你讲天父会养啊 在祖宗那边神祝福啊 要群劳的呀 那第三个 当我们看小鸟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真的是 虽然只是一只小鸟 但是他做自己的主人 他自己决定的 他想停就停 他想飞就飞 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非常自由自在 很自由 没有太多的自困 也没有太多的自绑 自困就是自己困住自己 自己绑住自己 今天我们人的生活 真的是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绑自己 自己把自己困住 自困自绑 所以是去自由 那什么东西 把我们绑住 把我们困住的是什么东西呢 最多的 最多把我们绑住的是什么东西 当我们跳到十三章 第一种信仰是落在路旁的 那种信仰长不起来 因为飞鸟一吃就没有了 第二种信仰叫做落在石头前土上的 这种信仰也长不起来 因为土太浅 太阳一晒就没有了 第三种信仰是落在经济里的 这种信仰最多 那落在经济里的情况是什么呢 主耶稣有解释 这种落在经济里的信仰 被经济困住 被经济绑住 他借不出国子来 他想要借国子 他想要去寄会 他想要去爱神 他想要做这个做那个 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他只是想做做不到 为什么他做不到 他想做就去做啊 为什么他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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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做就去做啊 所以说因为他被经济困住了 绑住他了 脱离不了 这个是第三种信仰 第三种信徒 第四种信仰就是落在豪图里面的 他可以借国子 可以生长 可以成长的 他的信仰有生命有长大的 虽然借的国子程度不一样 但主耶稣说 他最少也有借三十倍的呀 有一些比三十倍好的就借六十倍呀 有一些甚至更好的是一百倍呀 绝书讲的呀 但最少也有三十倍的成长呀 除了落在豪图的有最少的三十倍成长 其他全部不能成长 其他全部不能够借国子 借不出来 那我要讲的就是 落在经济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被困绑我们 使我们生活的这么痛苦 使我们生活的这么没有自由 老是说我想去敬拜神啊 我没办法了 我也像弟兄姐妹一样要热心要守安息日啊 我没有办法呢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 请看马太福音书十三章 答案就是在二十二节 请念 主耶稣在第二节说 落在经济里的 没有人知道经济是什么 耶稣没有解释 就没有人可以知道是什么 知道主耶稣在二十二节解释的时候 经济是什么时候我们就明白了 原来经济是什么呀 有两个 一个就是世上的优历 很多担忧这个担忧那个世上的优历 第二个就是钱财的迷惑 钱的问题 这两件事情 优历跟钱财 把道 把主耶稣的道理 把我们的信仰 挤住了 挤住了 使我们不能够解释 借果子 这样你现在知道你自己的信仰状态了没有 这样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原来是个很不自由的人 看到了没有 我们想吃位神 我们想敬拜神 我们想爱神 我们想做这个做那个 我们做不到 没有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有经济绑住你 就是优历跟钱财绑住你 虽没有优历 虽没有钱财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 传道有时也会有优历这些事情 也会有钱财的问题 也会有 怎么会没有呢 但是我们就不被这两样绑住啊 我们就不会被他困住啊 我们要去敬会 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要守安静 我们就来啊 不管他啦 不想这么多啦 我就来敬拜神 就把工作放下 就把生意观 暂时休息啊 可以啊 想来就来啊 就是我们不会被他绑住的 我们虽然有这种问题 可是我们不会被他绑住 都会 回到马太福音书第六章 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 四到三十四 这一段全部都在讲哦 讲两件事情 就是钱财跟优历 你注意读哦 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自己读 主耶稣在强调两种 生活的问题 就是钱财跟优历 钱财的问题跟优历担忧的问题 原来啊主耶稣说 很多信徒的信仰啊 都已经是属于 被经济困作的那种情形 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 才叫我们说 看天上的飞鸟 然后他主耶稣提出一个 让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是你比较贵重 还是小鸟麻雀比较贵重呢 看到吗 第二十六节下半段 我们不是比飞鸟更贵重吗 飞鸟没有价值 没有在天父眼里 也没有什么价值 为什么天父会看顾它 为什么天父不看顾你啊 天父没有看顾你嘛 难道你比飞鸟更贵贱吗 我们信不过神这句话 讲起来我们信不过神啊 所以说不要忧利嘛 不要忧利嘛 我不忧利才假哦 我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孩子 这么多事情 这个缺乏那个缺乏 我真的不忧利啊 我惊到谁哦 我不做就要得吃啊 他主要得吃啊 天重跌落给我啊 你不要这样讲 主耶稣不是说啊 你不用去做天上掉下来 耶稣没有这样讲 耶稣也没有这样允许 不用做天上掉下来 所以有这样讲 圣经有这样讲吗 完全没有这个允许 你还是要努力去做 六都要努力去做 六都要努力去做 六都要努力去做啊 不要做六人这样 但是神会看顾 神会帮助 神会开路 神会祝福 在这里的优历当中 你注意读哦 你读的时候哦 一共出现了七次优历 七次 单单几节圣经哦 就出现了七次优历 耶稣说优历 优历 你们一直在优历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 不要去拜马门啦 主耶稣比马门更重要啦 如果你得到神的祝福 神的欢喜哦 你要多少马门 主耶稣都会给你啦 你要多少 如果主愿意都会给你啦 主不愿意你用自己方法去得到的那些马门 那些会害你的 那不是祝福你 那是害你的 你真的会很痛苦的 有时钱财的事情现在不会痛苦 他会下一代很痛苦 他会以后会很痛苦 因为那个不是神给你的 请注意 我们既然信神 我们就要信主耶稣这样的 好 那我们请深入的去思考 第一 主耶稣的话 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第二 不要为生命去忧利 那主耶稣向我们保证 保证什么呢 我们比飞鸟更贵重 那第二个保证 我们的生命比花草更贵重 比小鸟更贵重 比花草更贵重 花草虽然生命这么短暂 神还给它这么美丽的装饰 这么漂亮的颜色 这么芬芳的香气 这么短的生命 神还是这样给它这么美丽 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保证 用小鸟跟花草向我们保证 难道我们的命比不上一根小草 那主耶稣对我们的勉励 三十二节 这些都是给外邦人的 有利吃什么 有利穿什么 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 请注意外邦人所求 就是世界的人所求的 你们就是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天父是知道的 你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 你缺少什么 天父都知道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勉励 天父知道你的需要 那么主耶稣给我们教导 教导我们 在这种情况中 我们要怎么做 赶快去赚钱 赶快去努力赚钱 来解决生活都不足够 是吗 谁说是这样教我们吗 不是的 不是的 他教我们怎么样 答案在三十三节 你们先求他的国 他的御 先父知道我们的需要 知道我们的缺乏 但不是叫你去先赚这些东西 去先解决这些东西 他说你先解决你的信仰 你先来求神的国神 你先满足神 满足信仰的要求 让神喜悦 满足神 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你想要的 或者说你现在缺乏的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请注意哦 不是给你们哦 是加给你哦 给你跟加给你是不一样的哦 这最后一段是解决 再一次的保证 这些东西一定会加给你 我想起一个沙漠的故事 就是沙漠有一个怪招牌 很奇怪的招牌 插作一个招牌 招牌有什么奇怪呢 奇怪是招牌其实不会奇怪 奇怪是招牌那边写着的字很奇怪 那边写着 带走的会后悔 带走的会后悔 不带走的也会后悔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 那第一个课经过沙漠的 看到带走的会后悔 那我就不要带咯 反正带走会后悔 那我带来做什么 他就不带了 那第二个经过的课里 他看到不带走的会后悔 不带走会后悔 那我就带一点咯 那我就带一点咯 原来这个招牌下面插作的 那一堆沙是金沙 金色的沙纸 那回到城市去鉴定 这是金纸 金纱 真正的金纱 金纸来的 结果那边不带走的会后悔 他就在那边跳起来啦 为什么我不带啊 不带走的会后悔 有没有 那么带走的为什么也会后悔呢 他都有带啊 你这么厉害你自己回答 他带走为什么会后悔 我后悔为什么不多拿一点 不带多一点啊 最好是拿整个罗里来 再回去更好啊 真的应愿这个招牌说的 你带走的会后悔 不带走的也会后悔 应愿 带不带都会后悔 in a way it fulfilled what the signboard said that those who do not take away or those who take away will regret 不带走的什么都没有 and those who do not take it away have nothing 带走的后悔没有多拿一点 我为什么不拿多一点 我为什么这么笨 我为什么这么傻 一直后悔 一直痛苦 一直责备自己 and those who take away a little regretted that they did not take more 所以你拿也好 你不拿都好 你都在忧虑的啦 你都在担忧的啦 拿也忧虑不拿也忧虑 就是这样啦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有也忧虑没有也在忧虑 whether you take away or whether you do not take any at all you will still end up worrying 有了车也在忧虑 有了房子也在忧虑 有了什么都有了 还是在忧虑 没有的时候又在忧虑 有了也在忧虑 不是这样子吗 you may have a car and a house and everything else but you still worry about it 没完没了的这些事情 and all these are very endless 好 我们主要再看一个就好了 and lastly we shall take a look at one more point 主耶稣叫我们看什么 学书叫我们看你的母亲 请看样福音书十九章 十九章我们读二十七节 请念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9 verse 27 then he said to the disciple behold your mother and from that hour that disciple took her to his own home 这个是主耶稣在定在十字架上 讲七句话的其中一句话 and this is one of the seven cries of our Lord Jesus at the cross 我们也把它称为主耶稣临终的交代 临终的叮铃 临终的吩咐 and these are the words that the Lord Jesus entrusted to us before he was nailed to the cross 主耶稣在十字架断气之前 叫我们说看你的母亲 I mean before he was before he drew his last breath and he said behold your mother 耶稣特别在这个十字架要死的时候 叫我们看母亲啊 看我们的父母亲啊 and at that point before Jesus drew his last breath he told us to see our mother 今天的社会现象 我们人只会照顾自己 只会看顾自己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ld today is that we will only take care of our children 看顾自己的儿女 we will take care of our children 给他们准备的好 吃得很好 穿得很好 用得很好 样样准备给他们 and we prepare everything very well for them for them their clothing and their accommodation 我们也很照顾我们的太太 and we take very good care of our wives 这些都是我们对他们的爱 这是没问题的 and this is our love for them and there is no question about this 也应该这样做的 爱太太 爱孩子 爱家庭 都应该的 这些都没问题 and this is what in fact what you ought to do and there is no question about it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是我们只看到太太 只看到孩子 没有看到年老的父母亲 and the question is we can only see our wife and our children and we fail to see our mothers 所以主耶稣在实际上 特别交代看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母亲 and that is why when Jesus was at the cross he told his disciples to behold his mother 因为圣经 圣经也这样的预言 这样的提醒我们 已经预言了 请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 一节到三节 第一节说 圣灵已经依告我们说 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什么危险呢 第一 那个时候就是现在 人要专顾自己 然后贪爱钱财 然后在接下来讲很多 其中一个字是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第三节说 无亲情 没有亲情 没有顾念亲情 没有家庭的感情 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 因为他只专顾自己啊 因为他看到的 只有他自己 哪还看到弟弟妹妹 哪还有看到父母亲啊 这个我看不到呀 我只看到我的孩子 我看到我的太太而已 看到我自己而已啊 你当你看到你自己 请问你还有看到你的妹妹吗 你还看到你的妈妈吗 你看不到了的 因为你看到的是自己 这是今天主要我们看的第二件事 看你的母亲 主耶稣把年老的父母教给我们啊 我们怎样来看顾他们 我们怎样来报导他们啊 这是我想起有一首歌 有一首戏 很好看的戏 很好听的歌 就是 旧刚康伯伯 是吗 大错车 那套戏名叫做大错车 I recall a movie with this theme that we should have feel a piety 那歌词是这样说 没有天哪有地 the lyrics of the song goes without heaven how can there be earth or ground 没有你哪有我 and without you how can there be me 这是说一个乞丐 一个很贫穷的乞丐 养了一个孤儿 把一个孤儿养大 and this story talks about this beggar who adopted this orphan and brought her up 这个乞丐又聋又哑 又听不到又不能讲 又哑巴 and this beggar was dumb and mute 他是每天去扎玻璃尊 去卖烂铜烂铁 把这个孤儿养大 把这个小女儿养大 是抱来的孤儿 he's deaf and mute and every day he will go out and pick up all these recycled materials these bottles to recycle 被他的父母丢掉的呀 被自己的父母丢掉的 人家不要的呀 那谁去养他呀 是个乞丐呀 this orphan has been abandoned this child has been abandoned by the parents and it is this beggar who brought her up 后来她成为歌星啦 出名啦成功啦成为歌星 later she became a very famous singer 初入生活都是高级场所啦 都是名牌啦 so everything that she wore was branded 但是你的养父是一个乞丐喔 杀老杀的乞丐喔 你好意思嘛 你敢认他嘛 but she was in a way ashamed to acknowledge her father who was like a beggar 她这种心 这个孤儿这种心喔 让她的养父很痛苦 非常痛苦 and because of this it pained her adopted father greatly 可是这个乞丐养父呢 理解女儿的现在的生活 也不敢去为难她 不敢去让她为难 adopted father understood her situation and didn't want to put her in a difficult position 很自动的 很sick走的 遠遠的就离开 就避开她 不敢靠近她 and the father the adopted father just withdrew himself and watched her from afar 因为父亲觉得 不能够妥妥妮啊 妥妥妮啊 不能够当你丢脸啊 the father did not want to embarrass the daughter 但是这个孩子会想啊 知道她父亲死的时候 她突然间有一天良心化现 then she was struck by her conscience 她要去 要去 要去 关心她的父亲 要爱她的父亲后已经不在了 and when she wanted to care for her father her father was no longer around 所以她就唱了这首歌嘛 没有你哪有我 没有天哪有地啊 so she sang this song without you there is no me and without the heavens there is no earth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树一镜而风不止 止一氧而亲不在 当孩子想要报答你 要孝顺的时候已经不在了 父母已经不在了 this tells us that even though we may want to repay our parents one day we may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 anymore 那我讲到这里呢 我就收了一张很久很久的报纸 请把它播映出来啊 这张报纸看得清楚吗 in my head is flash on the screen now this newspaper cutting 这是一个记者所发现到的一个新闻 把它抗登出来的 and this is what a journalist wrote 那你看到很明显的是什么 一个很漂亮的杜丽寺房子 前面有两个老人家 好像欺盖的老人家在前面 有没有 at the background of this picture is a very nice house but in front of it is a house a hut with two old people 新闻哦 新闻的题目是儿子住新楼 父母住草棚啊 它的题目 the title is the son lives in the bungalow whereas the parents live in the hut 那么在上面我自己加上去的 上面的那黑字 忘恩的孩子 不孝顺的铁证 铁证 铁证就是很清楚的证明 不孝顺的孩子 what I wrote up there is it clearly tells us that the son was very ungrateful 这两个老人家把孩子养大了 很辛苦养大了 and this couple this very elderly couple brought up their son 一直来骗父母的钱 一直挖父母的钱 and this son would come very often to dig their money 钱已经给他们挖光了 and their money has been taken away by the son 还剩下那个老物质 老房子 what they have left is this very dilapidated hut 有个孩子说 把这个房子把它拆掉 盖一个更新的 更美丽的房子就是这个 and the son built his very own mansion at the back oh 我再会再为你 再盖一间新的房子 then he told them that he will give them a nice house 但是这个旧房子要给他 条件是这旧房子要给他 on condition that he will have to give them give the son the existing house 盖一个这个豪华的度力室 看到没有 豪华的度力室 built this very dilapidated hut for the parents 结果房子盖好了 after the house is built 他的孩子有没有盖另一间 给他父母住 did the son build another nice house for the parents 有 就是这个咯 it is this hut 几个烂布跟几个烂板围起来的 我盖一间新的给你 你就住这个 this is the hut that the son built for the parents 这些不是故事啊 这些都是活生生真实的事情 this is not just a story these are real stories 孩子不断的去骗父母的钱 去挖父母的钱 挖光了还剩下的一间老屋 一个土地 那个才值钱啊 也把它骗过来挖过来 挖光你就对了啦 the son has cheated the parents of all their riches 然后你在房间吃饭 你在新房间睡觉 你在冷气房这些摊塞该 你父母在冬天的时候 住这样的 你可以睡觉啊 你吃饭吃得下呀 大 准备不大 你去给猴饭 很恐怖啊 太恐怖了 the son may enjoy the air conditioning and the pleasures in the new house but the parents will have to endure perhaps the cold in that hut 如果父母群在很远的地方 在乡下我们看不到那还算ok 因为抬不住啊 我抬不住啊 我不知道啊 就在你的门口耶 脚向那个门前啊 出出入人都抬得那两个老人家 这么可怜啊 if the elderly parents stay in another village then perhaps he can't see them but the parents are placed right in front of his house 讲到这里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我马上想到那个乞丐跟财主 随书讲的 拉撒路 this made me recall the rich man and Lazarus 一模一样啊 那个拉撒路就在财主的门口前面 就一模一样在门口 那财主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呀 现在只是故事的主人换人而已 换成父母跟孩子 换人 都是真实的故事 所以说说看你的母亲 我不懂是开玩笑还是半认真啊 我把这个报纸留起来 我说要给我的孩子看的 黏在她的房间 黏在她的新房子那边黏住 放大她 想起来 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这样啊 I shall stick this newspaper cutting on my son's room on the wall of my son's room 信不信由你 我捡这张报纸的时候 我是这样想的呢 我的孩子以后会不会这样对我 我就捡起来以后把它黏在她的新家那边 黏起来 黏起来她把我撕掉啊 她的家来的啊 黏我自己的家啊 她来看我的时候可以看到 感谢主了 我们的孩子应该不会这样 如果是这样也没有意思了 什么神耶稣教会都没有意思了 什么新取入来寄会 都已经没有意思了 没有意思了的 主耶稣叫我们看一看 到底看什么 第一 看天上的飞鸟 第二 看我们的父 看我们的母亲 我们还有十分钟我们讲 最后我们来看 看什么呢 看主耶稣快来了 请看西数路二十二章 Let's turn to Revelation chapter 22 二十二章 我们读第七节 请念 Revelation chapter 22 verse 7 Behold I am coming quickly Blessed is he who keeps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 这里看到吗 说看啊 我必快来 看啊 叫我们看 主耶稣快来了 再看十二节 这里同样说 看啊 我必快来 And verse 12 tells us the same thing Behold I am coming quickly 那么 二十节 Versed 20 证明这事的说 是的 我必快来 是的 我必快来 And verse 20 tells us That he who testifies to this thing says Surely I am coming quickly 最后 主耶稣要我们看的就是 看他很快就要来了 很快就来 很快 And in the end Jesus tells us That he will come again very quickly 所以我们更加要谨慎 更要预备好咯 And all the more we need to be very vigilant And to prepare ourselves 以前讲耶稣要来讲的几十年了 And we have talked about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for decades 但是十几年过去的不是更靠近了吗 越来越靠近了吗 因为十几年过去了 But with the passing of all these decades Doesn't it mean that we are nearer to second coming of Jesus Your教会到今天已经一百零多年了 一百 超过一百年了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ue Jesus Church Until now is already 100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You以为还有再一百年吗 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another 100 years 至少一百年已经没有了 已经过去了 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一百年没有掉了 没有了 So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That means you are closer to the coming of Jesus You看 主耶稣快来 Behold Jesus is coming quickly 从现在的那种病情 病毒 你就应该看得见 你应该看到病毒 你就要看到耶稣再来的事情 And from the current pandemic You will be able to see that Jesus coming is really soon 现在这种病毒不是一个国家 一小群人 是全球整个国家 不管你什么民族 And this pandemic does not only affect one country It affects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your race or your nationality 最强的美国 最骄傲的美国 最厉害的美国 现在也被这个病毒弄到他自己很弱 很软弱 甚至整个国家都开始削弱了 开始没落了 A strong and proud country like a U.S. It seems to be crumbling with this pandemic 每一个人在这个病毒的面前都站立不住 都在恐慌 没办法解决它 And many people seem unable to solve this problem 我看到主耶稣有手下留情 神有手下留情 神有怜悯的心 I see that the Lord Jesus has a very merciful heart 因为主耶稣可以把这个病毒搞得更大更可怕的 上次主耶稣到这里好像是稍微停了一停 稍微放松了一下 The pandemic can get a lot worse But our Lord Jesus is merciful And he has controlled it to a certain extent 但对于末日的这种灾难 还有很多后面还有很多耕作要来的 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前面的一个 还有后面耕作来的 But this pandemic is onl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ill happen in the last days 那你不信你有时间回家你再读取次路啊 你去读那些灾难就好了 你读不懂没关系 但是你看那些灾难是什么 灾难你总的看得懂吧 从我们的河江和海到我们的陆地到我们的山林到我们的树木 全部都是被毁 都有毒啊 河流也有毒 什么都有毒啊 A time will come when even the waters will be poisoned 还有很多战争啊 死亡啊 瘟疫啊 There will be wars and death and pandemics 还有饥荒啊 地震啊 这些都还没有谈啊 The plagues and the earthquake 那你就看嘛 看 你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主快来了 我看到主耶稣快来了 And with all this famine you will be able to see that Jesus is surely coming very quickly 不是说你现在不用努力 我们还是要照平常心努力生活 要尽的责任还是要做 还是要尽 But our response We should still carry out our responsibilities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do anything yet 很清楚地主快来了 我应当把很多重点 很多的爱放在主耶稣身上 去投资在主耶稣的身上 But deep in us we must realize that all We must focus on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we must be able to invest 講投资嘛 讲赚钱嘛 We talk about investment 講利益嘛 讲你得到多少好处嘛 对不对 And our returns 好 你就投资在耶稣身上 你就得到很多利益 很多好处 很多保证 Then you just invest in our Lord Jesus And your returns will be greater 肯定不会损失 肯定不会让你损失 只有赚到更多 Then your return will only be in a positive You will never lose 生活还是要生活 工作还是要工作 赚钱还是要赚钱 但是呢 我正着咯 我不会数码时间风风里头的 我要给一点主耶稣 我一点给自己 给主耶稣就是给你自己 我懂咯 我聪明咯 我没那么傻 Life goes on But let us be wise people That we should not just We should just We should also do it for the Lord God 我以前用钱咯 哇 很慷慨啊 吃饭啊 几千块 几百块这样丢 去玩啊 十几万这样丢 我没那么傻咯 我会丢呢 我丢从那些水友 去救命那里 那些很可怜的 我放一点钱在他们身上 我投资一点钱在他们身上 奉献一些给主耶稣 这样是不是很聪明 这应该是聪明啊 In the past I can spend thousands In fine dining And in travels abroad But now I would rather spend all this On the poor And in the Lord Jesus 所以传道律师说 你要转变了啦 应该有所改变的 一些转变的啦 What I mean is There should be a change 因为你看得到了嘛 现在的巨师 现在的世界末日 都清醒 你看得到 就算不信神的人 他都感受到世界要末日 有一天一定会末日 Even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in God They can still see the signs They can still see the sign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随时会打仗 随时会爆炸 整个地球会爆炸的 They can still They can see that this world is coming to an end 请注意哦 那些不信神的人 都有这种深圳的感觉咯 Please take note That even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in God They can still see it 你看那个美国那个 那个疯子 那个总统 他弄起来 因为那个客子弹下去 整个地球不是爆炸吗 你以为他不会做 他都疯的 他真的是疯的 American President But现在连他们的人 都说他是疯的 even their own people say that he is out of his mind 传道不是在评论政治 是在讲事情 I'm not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m talking about facts 他们的这些 这些心中没有不怕神 不管人的生命的 他一弄起来 他不是那个 克子弹吗 他不是按照自己打谁都好 那世界不是爆炸的吗 克子弹哦 So if he has gone out of his mind perhaps he will just press the button and the nuclear warfare will be united 你比如说不会化身 Do not say that it will not happen 不会化身 是主耶稣不让他化身 主耶稣说你不可以 If it did not happen 你不能够按 主耶稣控制他 If it did not happen It is because our Lord Jesus did not allow it to happen 不要世界末 是主耶稣在决定嘛 不是他嘛 Because it is the Lord Jesus who decides when the end of the world 他是没有道理的人 But he is one who is not very sane 但是圣经有意言 世界末世的战争 是在中东发生的 肯定的 是以色列的问题 But the Bible has prophesied that the last days the war will be from the Middle East 传道的意思说 这些战争 会慢慢移到 回到以色列那边去 世界末日 一定会这样 照做圣经的预言 回到以色列的问题去 And according to the prophecies of the Bible All these wars will lead to the final war in the Middle East 看主快再来 Behold, Jesus comes again !